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问的不是一个问题 不说问题是什么 是什么 是危险 白鹿 在以前你耍耍小杏子跟我胡闹 我倒还觉得你挺可爱 现在你居然危险 你知道在我眼里你是什么吗 卑鄙小人 没错 在我心里你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我姐说了 感情的事 怎么做都不算是小人 你跟白冰到底怎么回事 白鹿 不久之前你还对他嗤之以鼻 势不两立 怎么突然之间就完全变了 你们的姐妹情 难不成也像做了龙兄手术一样 在短时间内膨胀起来了 何必 我最喜欢的 就是你认真说俏皮话时候的样子 是吗 不过很可惜 我想从今以后 你应该不会有幸再听到 万一要是哪天 我说我突然很想见你 那我一定是在说谎话 你看 我不是又说了一句俏皮话吗 但是 跟你开玩笑 今天是最后一次 你就当是有情赠送我了 喂 喂 燕溪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想你了 想听听你的声音 你说句话呀 你打来的电话 怎么让我说话呀 要是你不跟我说话 我怎么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呢 可必 我妈很生气 有人敲门 我去看看 哦 我忘了 来了 苏苏 优惠 凌为 稍等一下 刚刚 我不是故意要对你隐瞒的 这话我都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 我知道 你知道 他告诉你的 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也是啊 他当然会第一时间去找你 看来你还是介意 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我介意的不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我介意的 是他对你一直于情未了 你们已经结婚了 结婚又怎么样 一张纸 连身体都管不住 何况是心 既然那么不相信他 那为什么要嫁给他 恐怕只有你这样的人 才能这么轻松地说出这样的话 你爱的人 爱着你 你不爱的人 也爱着你 所以这样的你 怎么能够理解我这种紧迫感 你 爱他很久了吗 很久很久了 你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隐藏得那么好 因为我觉得 男人再好 都是一世的 只有好朋友才是一生一世的 可你现在 我没能坚持我的原则 你要头是代表什么 你要头是代表什么 你能原谅我 还是我怎么道歉都没有用了 我不知道 能理解吧 acompa 素素 其实决定权在你手上 在我手上 你要是因为对茗玉的猜忌 而对我心存芥蒂 无论我原不原谅你 你都不会再信任我呢 现在根本就不是我猜忌不猜忌你们的问题 四处 总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你也是因为一时生气 所以才说 才说什么 他跟你说 要和我离婚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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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终于等到机会了 跟我离婚了 然后再跟你重新在一起是吗 他是等这个机会等了多久啊 现在终于实现了 天上掉馅品 四处 你想太多了 我没有想多 不然他为什么第一时间来找你呢 那是因为他很难过 你没有告诉过 但你曾经结过婚 这件事让他很难过 不是难过 他就是要去找你 在你面前装可怜博同情 好让你知道在你心里他还有一席之地 苏苏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你更清楚我对茗玉的感情啊 我现在只把他当作朋友 我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可我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我自己胡思乱想 他就像我手里抓紧的沙子 不论我怎么想要拼命抓紧他 我都无法阻止他从我的手指缝中溜走 既然控制不了 既然抓不住 那就放在他吧 我放不掉 我做不到 为什么要爱得这么辛苦呢 素素 今天我们娘俩就坐在这儿 把话说清楚 以后你再敢算计我的话 那我就 那你就会怎么样呢 凭什么把我自己的招数告诉你呀 但倒是有一招 我可以事先提醒你 燕熙 以前的男朋友马明雨 跟燕熙最要好的女朋友 瞒得所有的人他们结婚了 没想到这消息传得这么快啊 他是什么人哪 偷偷摸摸地结婚 背叛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果果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呢 要看一个人怎么样 就看他交往什么样的朋友 大舅妈 现在的隐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在家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跟我说的 马明雨跟素素他们 瞒着所有人结婚的事情 燕熙她也不知道 还有燕熙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了 我不想跟你研究她是什么人 她是什么样的人 跟我没有关系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我绝不允许你跟她在一起 这件事情 又不是什么重大的新闻 也就是为了说这个 专门赶过来的 当然有新闻 什么新闻 他们俩在一起有关 她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你是担心 我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也会隐婚 你们该不会已经也隐婚了吧 还没有 那好 没有就好 但是我得提醒你 如果你想跟她隐婚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不管你将来 是跟燕熙或者是跟其他的女人 只要你们敢隐婚 我立刻跟你断绝母续关系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是 听到了 很好 妈 您说 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呀 非要我现在过去 行吧 我知道了 好 我这就过来 明雨 起来了怎么会多睡一会儿啊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要出去一趟 去哪儿啊 要不你带上我吧 反正我在家里待着也闷得慌 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小跟班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夫妻啊 你看你 骂也骂了 气也出了 是吧 睡醒一觉 原谅了吧 原谅 我做不到 明雨 你想想 我其实就是三天的婚事 跟那些人同居没什么区别 我就是比他们多了一张结婚证而已 换句话说 你跟燕熙相爱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同居过吗 是吧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你是不是觉得之前跟我隐瞒婚史 是理直气壮的事情 我 我一点都不理直气壮 我肠子都回轻了 我就是不希望你总是用这种态度 对我心里难受 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啊 把你捧在手上 和以前一样 我心里过不去这样吧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未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离婚 明雨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有空的话 去看看白露妈妈吧 我估计她剩下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我本来呢也打算去看一下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白露总是不让 因为她跟她妈妈说 说你们两个现在在一起 我怕你去了以后会冲到 是这样 那早跟我说好了 我演戏配合一下不就行了 是 她要你不是演戏配合 她要你是真心配合 妈 放心我没问题的 果果 再见 回来 怎么了 又有什么事啊 要走的是你妈一个人 那果果呢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把果果带出去玩一玩吧 大舅妈不用了吧 哥哥很忙的 就是啊 我很忙的 忙 你忙什么 我倒是看你很闲的 我一直都是忙你偷闲 就这一次 就顺你妈这一次心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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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们走吧 你真的要去玩啊 你也不想我被大舅妈骂吧 行好吧 那你先陪我回去 换件衣服再走 燕西啊 怎么叫你也不答应一声啊 还在为苏苏的事难过啊 对了 娜莎给我打电话 约我跟她见面 她约你 她为什么要约你啊 去了就知道了 你答应她了 我干吗不答应 妈 你还嫌你们见面场面不够尴尬 话说得不够难听吗 她都不嫌场面尴尬 不嫌话难听 我怕什么呀 我要不去还显得我理亏了呢 妈 这件事不是你们俩的PK 此时不PK 更待何时啊 好吧好吧 我不管了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不管了 你还怎么这么脾气呢 我 我脾气怎么了 从昨天到今天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苏苏顾及我 就因为马明雨 对我还有那么一丁点喜欢 何必她妈讨厌我 就因为她希望她的儿媳妇 是另外一个女人 您老人家整天吵吵嚷嚷的 就因为 因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所有这些事当中 我是最被动的 也是躺着中枪的那一个 妈 我求您了 让我清静一天吧 不管你和何必她妈说什么 吵什么或者打起来 都不要再跟我说了 一个字都别提 你 我说了一句你说了这么多 我不想说了 妈 你出去吧 好好好 我出去 这孩子 妈 妈 妈 门口怎么挂了一休息的盘子 你以为这是什么呀 这是婚姻大事 你说你瞒什么不好 你怎么连这种事你都瞒我啊 你让我这里外怎么做 我怎么就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非非偷着把婚结了不可 当时您跟苏苏水火不容 那我能怎么办啊 那你就先斩后座 不 先斩后座 要不是她把这给我呢 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 我想破了头 我都想不明白 你说你去民政局里的证乱是吧 你就不知道 你不是从实际份里蹦出来的 你是有爹妈的 我当时因为演习 脑子也是一团糟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讲 我那不是逼着自己 顿开地忘掉过去吗 那你就怎么忘了 那这一块儿就大乱了 天下怎么就大乱了 什么意思 你也甭着急了 不过两天 我买到你了 我们买到你了 婷婷 你认识她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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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好 果果 先到我的车上去等我一下 为什么 哎呀 你就先听我的嘛 有什么回头再跟你说 仰望车还真不少呢 你一个人来呢 有事吗 我 我 对了 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够让你说话的人 也就只有我了啊 这一点呢 我真的是感到非常荣幸 可是 我渴了 口渴了 好的 那我们一起去喝点东西 我渴了 我渴了 喝吧 先给你的 我先来 喝喝喝 这也太酸了吧 是吗 很酸 我渴了 那你怎么又喝一口 是不是 你还是别喝了 你先别喝了 我再调 婷婷 来了 你不是去李叔叔家的吗 怎么又回来了 啊 阿姨 燕西 阿姨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吗 阿姨有什么话 就坐下来说吧 阿姨 怎么了 阿姨 你喝茶 阿姨 喝茶 你说你这孩子 啊 当年我有多喜欢你 我现在就有多怨你 我们家茗玉怎么了 啊 要模样有模样 要责任心有责任心 阿姨不是吹牛的 当年那条街上的孩子 就是我们家茗玉最拔尖 我跟你说 阿姨 不是茗玉不够好 只是 我对她 你还不够爱她 我觉得你们年轻人 整天把这个字挂在嘴上 可是你们知道它真正的含义吗 你心里清楚吗 你看我跟叔叔 我们两个是吵了一辈子了 天天看着都不顺眼 怎么着呢 到现在还在一起 风刮不走雷打不散 我们这不叫爱情啊 就你们那 互相手拉着手 眼睛盯着眼睛 说一些让人 发昏的话 那叫爱呀 我跟你说我们家茗玉 不是不会说 可我才好着呢 可是她整天跟你说这种话 你不腻味 就说我做这单单面 谁吃了谁说好吃 人家都说我的单单面叫绝 可是茗玉呢 到现在一口都不沾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她说她从小吃到大 现在见了都想吐 没吃过的时候 总是想吃的 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你说自从你踏进我们茗玉的世界以后 给我们茗玉搅得是天翻地覆的 然后您可她好 潇洒地拍拍屁股走了 那我们家茗玉怎么办 都是因为你 所以她才陷入一段莫名其妙的婚姻 说实在的如果他们俩要和母相处 好好过日子 我也就算了 你说你们年轻人现在怎么 真是 我跟你说 也就是现在日子过好了 你们才这样 你说要是当年 到山沟里 起早探黑地让你们干农活 我看你们还有没有这点小心思 晚上你了 我 赵总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而且我已经 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猜也是 以你的条件 那喜欢你的女孩子肯定很多 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做她的男朋友 我是说让她做你的朋友 我觉得你能帮她打开心结 而且她对你和你表辈燕西 有一种天然的信任 我 我听说她开口跟你说话了 那倒是 何必 你就当她是外地来的一个朋友 多陪她几天好吗 那样也不是不可以了 我知道 钱对于你来说不是问题 但是该说的我一定要说 费用问题全部由我来承担 不过我是一个男的 他是一个女的 这样会不会不太方便 这个你放心 阿姨相信你 那 那好吧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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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这么多的位置想坐哪里 随便 想喝点什么 什么都不喝 那就喝白水 这里的白水是免费的 杨经理对不起 又把你约了出来 有些话 我自己都说烦了 比喻来又比喻去 今天我还不如直接跟您说了吧 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层面上 好好地管好你的女儿 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就不至于在这个问题上 那么头疼 我也想这么说 您要是管好您的儿子 我们也就不这么头疼了 其实我跟您不一样 我有了杀手锏了 什么意思 不管你将来 是跟燕熙或者是跟其他的女人 只要你们敢隐婚 我立刻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是 听到了 什么野怪 只要他们不结婚 我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换句话说 一个男孩子在结婚以前 他有那么一点花边新闻 这并不重要 好 也许他接了婚的好 不够让你收心 你说呢 再见 再见 杨丽 来多久了 一早就来了 我一早就看见你了 不说不管我妈 你是我妈 我怎么能看着你 为我的事情操心 自己却不闻不问呢 你要是还心疼你老妈 马上跟那小子 一刀两断 这 这 妈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不听妈的话 我跟你说啊 你一早就知道我 何必 婷婷 你怎么在这儿啊 嗯 昨天给你打电话呢 你一直都关机 哎呦别提了 昨天发生太多事了 我一气之下 就把手机关了 太多事 什么事啊 不说了 都过去了 婷婷啊 你怎么来北京 你也不先打个电话给我啊 哦 对不起啊 哦 伯母 你好 哦 你来干嘛呀 哦 婷婷也是燕西的好朋友 我带她来玩玩 呦 我们燕西的朋友 不会自己来 还要女朋友呢 妈 婷婷是外地的 对北京不熟 哦 是吗 哦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应该带她满满去转一转 比如说故宫啊 八达岭啊 十三岭什么的 到处去都可以转一转啊 那二人去哪里 哎呦妈 妈 婷婷也是我的朋友 哦 婷婷啊 你看 他们两个呢 不可能同时做你的朋友 你看 如果你必须选一个的话 你会选谁啊 哦 你看看 你看看 哦 你看 你看 你看看 哦 你喜欢她 是不是 啊 她的意思呢 她只是把我 当成她的哥哥 哎 把燕西呢 当成自己的姐姐嘛 哎呦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不是常说 有很多姑娘喜欢你吗 今天我就见了你 一个 证明你所言不虚 婷婷 婷婷 好眼光 傻的 婷婷 婷婷 想不想嫁给她 我告诉你每个蜜蜂 要想搞定她 先要搞定她妈 我告诉你啊 要不然呢 又要给你穿小鞋 又要让你吃闷葫芦 哎呀就别提 哎 你会不会喝咖啡 不会啊 哎呀你赶紧学喝咖啡 你们全家人都要学的 你知道吗 她妈妈特别喜欢 让人去咖啡厅 好显示她们有多洋气 对对对对 不是吧 你们又见过面了 就今天吗 可不是嘛 这是 咱怎么回家 哎呀 今天 我今天还有点事 不能陪你了 要何必哥哥 陪你到处转转 哎呀 走嘛 我说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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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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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